主板这一次是选择到的 Z590F 主板 那固态的硬盘这一次我们选择了跟三星同款速度七千兆每秒的 SM8501T 我改变不了的永远是一年是我最遥远的从前想起我刚看到你当初的第一眼那一天 你藏在我身边 海带船最新的Pro的类传也是RGB的 那么是8Gx2 16G 3600频率 那大家如果要玩游戏的话尽量选择3600频率以上的类传 非常大的提升 有 华硕ROG的850W的金牌全模组 依旧是一颗非常大的CE 啊不对啊是电源啊 咱们上一句也是说错了啊非常抱歉 咱们这机正式一点啊 那如果说一线水冷你可以选择华硕恩杰海盗船 那么二线水冷最好的啊那就是我手上的这一款来自九州风神宝蕊的360 第一提是水冷 三把RGB风扇冷排以及冷头 那机箱的话依旧是选择最大啊最好看以及兼容性最好的华硕ROG的白色太阳绳 那把我们的主板装进机箱里面进行螺丝的固定 安装电源 进行螺丝的固定 安装我们的360冷排 进行螺丝的固定 自带的硅齿 咱们只需要进行一个冷头的固定 然后固定好螺丝 进行螺丝的固定 OK 那我们所有的硬件除了显卡都已经安装完毕 那接下来又到了装机小哥的走线环节啊 出哪去了 到了我们开箱非常漂亮的 3080Ti的一个新样显卡的时候啊 那么是一个二次元的形象 但是呢 我不是很我不是很喜欢啊 应该不少小哥会比较喜欢啊 但是确实是非常漂亮 确实啊确实 显卡支架 开放咱们的创策标啊 给大家看一下正面 非常漂亮 那接下来安装显卡 哦还有咱们的膜没有撕啊 看一下啊 全新的3080Ti的新耀 大家看一下咱们的膜啊 OK 下我们显卡的金手指 那同样是按下插槽 对准角度啊 然后 进 嗯 嗯 超级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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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